歡迎收看Yoki爸爸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作業38的第五題 好這一題呢 題目是說有一個 Block 1它有一個速度 然後Block 2是靜止的 然後Block 2的質量是Block 1的兩倍 然後他有給我們Center of Mass的速度 然後第一個 他問說 碰撞後 他的速度變成為Center of Mass的速度變成多少 第二個是 碰撞後 的第二個Block的速度是多少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說到 這是一個One Dimension的Elastic Collision 好那這句話很重要為什麼呢 因為這句話代表的是什麼呢 Momentum手橫Kinetic Energy手橫很好 好那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 Momentum手橫Kinetic Energy手橫 其實呢 他的Center of Mass的速度 其實是不改變的 所以這可以直接 答案寫9.5 好那難的是第二小題 好因為他給我們的條件相當有限 好 那我們透過這個 Center of Mass手橫 Center of Mass我們可以求出 他的V彎是28.5 好那我們先放著 好那我們剛剛說這是一個 Elastic Collision 所以他有什麼條件呢 他的Momentum手橫 還有他的Kinetic Energy手橫 所以我們可以列出這樣的式子來 好那我們 我們在Simplify之後呢 我們在得到這個 還有這個 好 那再來呢 就跟我們前幾題做的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們互除 然後我們來劃減它 所以 所以呢 這兩個式子互相 互相 互相除了以後呢 會變成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可以Simplify 因為這邊變成 V1-V1' V1加 V1' 這是我說過高中最需要記熟的公式 好所以我們Simplify Simplify完之後會得到這個式子 好那再加上呢 原來題目給我們的這個式子 好所以這樣我們有兩個 兩個Equation 我們就可以解System 那我們解除System呢 兩倍的V1 等於三倍的V2' 所以 碰撞後 Block2的速度呢 就等於三分之二 Block1 initial的速度 不好意思 這邊不用這一片 好 然後再帶進去 好那我這題答案 做出來就是19 好其實這幾次呢 我們好像都在做 Algebra的計算 所以大家 小心做應該都可以做對